腾讯体育10月11日去勒布朗詹姆斯加蒙胡人过后 数次在季前赛和勇士交手 最终胡人123比110击败勇士 在这场是叹性的比赛中 双方都有所保留 但是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风格和打法 詹姆斯和凯文杜兰特的对决火星四肩 发都转不住 詹黄转体360度被身抛头硬重 大秀肌肉 霸气十足 NBA季前赛詹黄班场两双胡人圣勇士杜兰特六半被罚 下场詹姆斯和杜兰特延续对抗詹姆斯VS杜兰特杜兰特成长起来过后 一直在和杰姆斯对决 2016年过后尤其如此 两个人的战获从常规赛一直延续到总决赛 2017年圣诞大战 勇士和骑士打得非常激烈 勇士最后1分10秒直以95比92领先 詹姆斯这个时候持球进攻 突破杜兰特未果 在和杜兰特对抗中出界 其实最后输掉比赛 NBA官方最后两分钟裁判报告认为杜兰特这是犯规 但结果已经无法更改 在2017年和2018年总决赛中 詹姆斯在和杜兰特的对决中处于下风 2017年总决赛第三场 杜兰特赢着詹姆斯 投中杀死比赛的3分 2018年总决赛第三场 詹姆斯目送杜兰特3分杀死比赛 杜兰特凭借这种强势表现 临时两年拿到总决赛MVP 现在詹姆斯加忙虎人过后 杜兰特和詹姆斯的对决仍然还在延续 杜兰特今天第一节比赛就两次对詹姆斯 反归 其中第一次反归是2017年圣诞大战那次反归的翻版 詹姆斯今天展现出了极好的个人竞技状态 他快攻冲击篮筐仍然无人可挡 办场的测印和组织能力仍然是大师级别 只要他愿意的话 完全有能力继续在胡人自贷体系 杜兰特也展现出极好的竞技状态 他有一个球师赢着詹姆斯直接忍头得分 复合了2017年总决赛第三场 最后那个3分 胡人其他人也很难拦住他 全场比赛 杜兰特14投8中 得到18分12篮板3助攻 詹姆斯8投5中 得到15分10篮板5助攻 两个人的效率都非常高 相信常规赛两人相遇后 会对抗得更加激烈 勇士和胡人的对决和保佑朗多和波 2018-19赛季常规赛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的季前赛是胡人和勇士两支球队都属第二场季前赛 所以两支球队第一节都打得非常认真 基本展示出和两队的战术风格和人员轮换情况 胡人在比赛中非常强调打快 尤其是攻防转化当中 非常强调防守反击速度和弦阶段进攻 波普第一节在快攻板击中投中一个3分 这点胡人和勇士非常相似 两支球队就像镜子内外 这其实不奇怪 武克莫顿曾是史蒂夫科尔的首席助教 两个人的战术体系本来就有一脉相同的味道 这也是胡人会聘用莫顿 作为主教练的主要原因 两支球队手节节奏非常快 套起来打场面很好 看 在这个背景下 胡人在第一节前5分钟换了三套阵容 先发阵容 朗多 波普 英格拉姆 掌姆斯 麦基第二套阵容 波尔 波普 英格拉姆 掌姆斯 麦基第三套阵容 波尔 波普 英格拉姆 掌姆斯 凯尔 库兹马通过这三套阵容 我们可以看出胡人的轮换思路 波尔复出过后 他的头篮仍然是歪把子机枪 将带领第二阵容 解决第二阵容组织能力不足问题 库兹马顶替麦基上场过后 出任中锋 胡人打死亡 无效阵容 科尔针对胡人手节的调整 也有进行针对 在第二阵中段用一个达拉会下达米安琼斯 用乔丹贝尔出任中锋 打死亡无效 因为格林的缺热和贝尔状态不佳 勇士这套阵容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从第二阵比赛开始 两支球队都有些玩票性质了 第二阵前半段 如果是常规文化的话 勇士会换上第一阵提前休息的杜兰特和唐普森代替补 但科尔在场上留了五个替补球员 重点考察新元杰雷布科 效果不理想 在下半场比赛中 沃德照常让詹姆斯休息 比赛变成勇士一大四小阵容穷四中锋的演练 失去了参考价值 比赛结果也变得没有多少意义 勇士胡仁能否再细绝相遇 张姆斯要率队决起 在今天的季前赛结束过后 勇士和胡仁还有一场季前赛 两支球队在接下来这场季前赛中 极有可能也是玩票性质 因为勇士刀法成熟 核心球员状态不错 没有必要再借助季前赛 找状态和磨合阵容 胡仁这边 通过前面几场季前赛的磨合和演练 基本战术思路也基本理清 詹姆斯 英格拉姆 库斯玛等人坚入佳境 最后一场季前赛估计 也不会像火箭那么认真打 现在对于胡仁和勇士的猜想 主要是集中在常规赛和季后赛的对决 那胡仁在詹姆斯率领下 有没有实力和勇士争夺总决赛资格呢 从目前西部的形式和胡仁实力来看 非常非常难 胡仁在对阵勇士和之前的季前赛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三分能力极差 防守没有达到预期 第二阵容达法凌乱 缺少一个好的组织者等等 在对阵勇士的比赛中 胡仁三分 二十三投击中 命中率只有30.4% 这样的胡仁打不赢勇士 火箭 雷霆 甚至可能打不赢爵士 决尖正球队 进入西决栏上压难 至于勇士 2018年夏天阵容稳定 提前预定 能继绝名额 甚至总决赛名额 勇士胡仁常规赛对决时间 北京时间 2018年12月26日 胡仁vs勇士主对赛后 北京时间 2019年1月22日 勇士vs胡仁 北京时间 2019年2月3日 胡仁vs 勇士北京时间 2019年4月5日 勇士vs胡仁 勇士北京时间 を